韩国推出新型无人潜航器 事实是否真像美国说的那么神 实际情况来看更像是捧杀 在人们的认知里 核潜艇一直是人们心中不折不扣的水下杀手 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 不光能打击水上舰艇 有些更具有打击陆地目标的作用 而且像美国的核潜艇在降噪和隐身方面 还具有独到之处 让核潜艇的行动更难以预测 但随着现代科技力量的发展 针对反潜作战的装备也不断被研发出来 无人潜航器就被称作可改变反潜作战的神迹 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日 韩国一家军工企业推出了最新的反潜战无人潜航器 根据外表和简单的介绍来看 韩国的反潜无人潜航器 似乎和各国没什么不同 这款无人潜航器在海洋中 最大潜行深度为1000英尺 动力系统采用创新的燃料电池 这种动力就像是AIP柴电潜航动力的微缩板 而且反潜原理也没有太大特殊 根据爆料显示 似乎它采用的是声纳装置 无非是发现目标后发出警报 并将潜航摧毁 但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无人潜航器 到了美国媒体的嘴里却把它吹上了天 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猎杀潜艇的水下自主机器人 先不论美媒吹捧的目的是捧杀还是别的 光美媒给这种潜航器贴上的众多标签 就让人忍不住吐槽 比如高科技 世界第一台 水下自主等 让人不禁怀疑这款潜航器真有这么深 之前说过 单从性能来看 韩国这艘潜航器就算是世界先进水平 也配不上世界第一这种称航 世界上能设计出潜航器的国家已经不在少数 少数先进的国家设计出的均募潜航器 甚至可以下潜到上千米 其次 从自主化来说 无人潜航器的自主化高度涉及到传感器 人工智能 导航技术等 以韩国目前的技术来看 无人潜航器的自主化也不会高 显然 韩国的潜航器还差得远 最主要的是 韩国这款潜航器需要2020年才能下水实验 是否能量产还是个问题 战机潜航这样的战略级武器 韩国同样在不断拖时间 谁又知道这个模型和PPT是否能准时出现呢